造型惠惠的博物 這個我們去做一個 以後只要15化肌,員工都帶一個 這是金門的色彩,金門DNA 先歡迎大家 不管是在地金門人,還是從台灣人好朋友 鼓跡率很重要,但是每天都是鼓跡率 因為這幾天通災 我們的鼓跡受損 講嚴重好像沒有,講不嚴重好像沒有 那為什麼?因為那個房子已經夠老了 已經在漏水,就台灣漏了更多 那你要搶修,要怎麼算? 怎麼算? 他問我怎麼算? 他整棟修2000萬 要只是抓漏的話 我跟你講抓100萬200萬就做不好 因為那個房子已經老了,一定要重新整理 那這次鼓跡老實講 所回報回來的至少30棟有受損 損壞有大大小小 吊一個磚,吊一片牆 一片牆倒下 但是這個房子本身就是一個 除了修了以後,很多房子是縫入殘連 都是我們要搶救的,要修的地方 那 古蹟這個歷史我老師也不清楚 我沒有去考究這一塊 但是 剛剛提到就是古蹟是金門很重要 因為我們金門所有的歷史建築跟古蹟是全國最多的 其實會發起這個歷史,因為我們做不到 利望這個活動推廣大家認識 就像寫標語一樣 做不到才寫標語 做得到不用寫標語 那我們金門毫無疑問 古蹟是天天都西亞 上至縣長下至公有都應該認識 因為金門 我跟很多朋友講 金門值得跨藥,就是這些人文留下來的記錄 這人文記錄 我們現在內入古蹟其實是小部分而已 以台北的標準,金門所有傳統貼圖 每一棟都是古蹟 現在說50年以上就算的話 那不得了 那我們那個老房子雖然修過 你再去看,現在還很多沒登入 那我們幫我們登入的廠商 老實講塞車 真的塞車 給他的量,他做不完 我們很多歷史建築都應該改成古蹟 像昨天 古林投北山那一棟紅金的前進指揮手 那真的是烘烏殘鏈 外觀好像還很好 但是保持炎藥不容易 但是保持炎藥不是可以修復的時候 技術不夠好 那朋友會著景品 所以那個保留炎藥的問題就是 他一直寢視,一直壞掉 千萬事情,所有東西都會壞 那怎麼去修他 講到這邊 講到我第一次出國 我印象好整個第一次出國 第一站就布拉格 因為我第一站是要去俄羅斯 第一次出國去俄羅斯 九二連 我們想到八九零印 九二連 那第一站因為 剛開放 所以交通不是很方便 我們就在布拉格提熱半天 那半天做什麼事 就去玩布拉格477 到以前那條橋 印象好深刻 為什麼好深刻 因為我在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基本高中 那時候數行不很多 我在白宮上面看 我們城區 百分之七十都是老王子 我看到那個時候 我就想到我這個地方 我們好可憐 當初沒有一個人會去捍衛這一塊 那布拉格我去的時候 當地人就跟我講 你問你 我女兒有一個好朋友 是布拉格人 他說當初 希特勒 在打破爛的時候 把華沙整個 他抵抗 把華沙都燒掉了 我們當然知道 有個片子 我忘了在名字 裡面有個 這個 猶太音樂家 鋼琴家 就在裡面的那個故事被停 那 這個 這個布拉格的市長 就派人去跟希特勒講 你打布拉格的時候 我們不抵抗 唯一的條件 你進來不可以把城市燒掉 那就沒抵抗 整個布拉格就保持得很好 結果這城市 這個市長 被罵了50年的賣鍋傑 賣了50年 被罵50年 50年後 現在所有布拉格都會懷念他 假如他沒有這樣做 因為你雞蛋碰瓷頭 是不可能 雞蛋保持得很好 但是 兩害奇跡性怎麼辦 你用華沙的方式 整個華沙都燒掉了 所以他沒有跟他抵抗 就開始讓他進來 所以整個布拉格 到目前為止 這個最好 但全世界上一個城市最美的 我肯定是布拉格 比巴黎還漂亮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我印象老師 你可以再想到金門 那也看到兩個人在修一個門 在修的時候穿白衣服 很像醫生 然後在調的時候很像畫銀畫 那個刀機就像畫刀 然後在修那個洞的時候 我印象老師跟調的顏色 調的跟他一模一樣 我在那邊看了 人家在逛風前 我看在那邊殺眼 我說 你要對古蹟的態度 古蹟的態度 那種對古蹟的態度 是 我相信 是他民族裡面的協議裡面 對那個 那個華沙這樣修 而且三個人 有一個在做測試 然後還看報告 我相信他應該是有去做了報告 然後對照他 因為他講布拉格話 聽不懂 那個俄羅斯話 聽不懂 他就在那邊修一下 大概 只有一個小小的洞 補得跟他一模一樣 我還問說 哪邊修夠的 哪邊修了 兩個洞 另外一個洞 你不出去看不出來 那從這個態度 我們看得出來 對一個古蹟的愛控 今天布拉格沒有老 沒有老王子 就沒有布拉格 就沒有捷克 我去的時候 剛好捷克跟斯洛華克鬧分類 斯洛華克是不同的種族 他們要獨立 那兩洞在抗爭的時候 口號是什麼 他說我們也布拉格 那斯洛華克那時候 我們曉得那時候 東歐 民族 很多國家一直獨立 都打仗 只有斯洛華克跟捷克兩個 沒有打仗 我去的時候 他們準備要投票 都成兩個國家 那我第一次在斯洛華克的時候 我都給他路過 因為我們看布拉格比較好看 你知道碰到一個地培 硬拉著我們去看他 斯洛華克好看的地方 他說我們真的很漂亮 我們不輸什麼什麼 那種態度讓我印象好深刻 我在金門很多寶游 介紹自己金門的時候 都說 沒什麼好看 對自己的家鄉 對自己的民族 對自己的民族 對自己的主要命下的東西 不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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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房子 我常跟很多朋友 在拆房子的時候 很多古蹟 老建築 我算是爸爸媽媽媽阿公阿嬤 住的房子 你小時候住的房子 你有感情嗎 你要把它拆掉嗎 我從這出發 另外一個 你要想想看 你祖先在蓋的房子 不像現在 現在機器化很快 以前一磚一瓦 你看那個房子 為什麼出磚路石 材料起得不好 沒有 以前排的材料 真的沒材料 工很多 那把它做得很好怎麼辦 那個工匠很聰明 出磚路石怎麼排好看 一塊磚怎麼排好看 一個殘破的石頭 怎麼把它貼上來 這個工藝 這個祖先一瓦 這樣疊起來的 你一夕之間就把它毀掉了 美其名你要蓋大樓 你把它蓋大樓 蓋到外面去 這都留下來 留下來 家族的激烈 也是我們今天最值得住進的地方 我回來收集了五百多件的文路 什麼樣的文路 就是我們祖先用過的 我們現在不用的 我跟朋友講 你現在用冰箱 不可能用這櫥櫃 你可能住 把自己家裡布置的人很典雅的 民室的 這個唐室的 清室的都可以 但是 假如你不用的話 那你送一個文化劑 文化劑把它掛在那邊 永遠掛你的名字 我其實回來推這個很辛苦 因為 很多人跟我講 當初見給政府 都不見了 那個 我們去洋華 我們議員告訴我說 辦活動中 借單桌子 這樣有氣無回 你知道嗎 有氣無回 所以你再跟他借了 他不要了 不要 那我們早期很多 那個 民屬村 很多人都知道 民屬村在辦很多館的時候 就發動村上 那村裡面收集文錄 收文錄 收不去了 就從此沒有下文 連一個感謝狀也沒有 連一個紀錄也沒有 講這麼多 其實因為我相信喜歡鼓雞的朋友 對鼓雞都有一份很深層的愛護 很喜歡 而且 我相信也是我們文化劑很需要的這些人 因為要人去推動 要人去說明 因為有些人是真的不知道好跟不好 就像有些人看不出來美分不美 我前一段時間去跟文化部長開會的時候 就在談文化教育 我說最根本 你狗小 國中 國民美術教育 肉食吧 你不要找一個神經病去教美術 因為我在小學的時候就破壞很多 老師 老師出問題了 怎麼辦 等他退休文錄 教美術好了 反正化教育很多神經病 我那年教美術班 我那年教美術科 前校 因為那時候學校好大 一百多班 我在小學教的時候 只有我課班 然後 補課都有問題 然後有個老師好奇說 欸 你快點 你怎麼會教美術 我說我腦袋有問題 因為大家都有問題 我說我正常很奇怪 結果很多人傳說 那新來的腦袋也有問題 你去教美術 結果後來有教美術 然後得了幾個獎 對啊 好像應該算得還正常的 因為大家都不正常 你說你正常的話 結果到時候被排擠 因為 我其他科教不好 我就跟校長講 你跟我教美術 我保證幫你美術做得很好 所以還幫我負責 沒有一次還幫我們不得獎的 那幫他做出去的比賽 一定不得獎 因為這點我可以保證 那教其他的 尤其教國衛 千萬不要 會害死害死 小學生注意會很重要 畫一部標準 你會英文的話好 所以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優點 缺點在哪裡 那來到文化機長 老實講 這一年來感慨很深刻 因為基本真的很多次都我們愛護他 而且要去花樣他 那很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忙 我常講文化機不是一個機長 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機長可以提供很多舞台 提供很多資訊 像我們今天就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大家花費一點力量去灌輸精美的觀念 千萬真的不要把拆 我告訴很多朋友 要拆的時候告訴我 去看一下 假如還有價值 我們給他一個生活 哪有價值 想盡辦法 我們把他留下來 今天拆明天一定好 有些人 有些年輕人 他搞不清楚狀況 為什麼搞不清楚狀況 應該是國中高中 就跑到台灣去了 最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這50年來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很多家長 望你成龍 望你成龍 望子成龍 讀書就好了 其他事情都不管 等他國中高中去台灣讀書 回來以後 他小時候所有的民宿活動 他沒有印象 第一個 第二個 跟土地沒有感情 跟爸爸媽媽感情也不多 以後爸爸媽媽老的時候 就把他送到幼兒園去 為什麼 因為小時候就把他送 或者什麼 送小鞋 送補習班 沒有跟他互動 洗東西的時候 捨不得叫他洗 倒東西捨不得到 就問題最大戰略 從小跟他養成做事情 我常常回京門的時候 在想說 為什麼懂這麼多 我讀孔子的時候 孔子有講過一句話 洗少也見 無人斗必死 我對京門感情這麼深厚 對文化這麼清楚 就是因為我們京門有一個習慣 村裡面婚喪起去 都要派一個人去幫忙 一般來講是爸爸媽媽去 到時候人家是我去 我爸爸不參加這種事情 都是我去 我去的時候都最小的 沒有長輩在旁邊 村裡面以前的人 出國都三十斤人 那這個沒人管的小孩子 什麼事情都給你去做 做不好罵你 做好應該 我以前像我小時候暑假去抓魚 抓那個看幫 人家有哥哥姐姐媽媽的都坐在樹底下 石頭下面納涼 如果我一個人過一家村 好 我記得印象的時候 讓你來怕他飄走 你知道嗎 然後他飄不平 那邊就開始罵人 我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刻 那我常常想 就因為這段時間 讓我認識很多事情 婚喪起興 上山下海 我都會 我阿嬤是長婆 叫我接生我也會 因為聽多了 看多了 還有一個自己也經歷過 那我對金白人文化之類 這麼的熱愛 因為我自己寫美術 我知道那是很愉美的 很漂亮的 有價值的 我常常很多好朋友說 包括我們文字坑 我幫這房子修完了以後 自己往生的都會閒嘲以暴 那真的是 你想想看 我們金白人往生靈魂在哪裡 閒豬白 風吹也一大 他會不會灌彈 那我們幫他修的時候 他做得很乾淨 我常常講 這是做三事 文化級員工 包括各位 參加武器的好朋友 都是我們基本的守護神 我們基本的遊戶們 真的很高興 老實講 我們這個人業 還要去機率擴大 所以我有機會 甚至我跟計劃部長講 我說以後你們的姓名來 我去給你們上個課 各位不知道 過去50年 我們基本是被汙泥 汙泥化 你知道嗎 為什麼被汙泥化 因為我們是戰地 然後 台灣的阿平哥來這邊當兵 心情會快樂嗎 第一個不快樂 對不對 他認為我讓你保守護 第二個 阿平哥多 商店少 是賣方市場 不是買方市場 有沒有服務品質 沒有 我在這邊當兵 我印象特別深刻 五項部隊的時候 那天晚上 阿平哥就灌輸 所謂阿平哥的觀念 小心金門有仙人條 金門有間諜村 還講窮林 還講好幾個村 你們有一個搬進去 都不見了 這王八蛋 以前一個兵不見了 雷霆演習 各位金門找一期 民國57年左右 有一個李光輝 不見了 超整年啊 正在找 連一個警都要找好幾次 找萬一還做過記號 誰找過的 所以 一個兵不見了 不會那麼簡單 但是 新兵不知道 我新兵嚇死了 我去跟他辦上講 我給他看備贈 我進門 我說你不要再罵金門 他說沒有 真的啊 什麼 我說 你知道一個兵跑掉 要雷霆演習嗎 他說 聽我在講 我說我雷霆兵一大 那時候 大學畢業的時候 大學畢業的時候 大學畢業都到金門 我當兵的時候 我就去問那些警官說 怎麼阿兵哥在罵我們金門人 講這種話 他說你不知道啊 我去街上的時候 那個小姐都知道 我是哪個連哪個營的 我說會話 金門人從小看阿兵哥長大 你戴什麼章 是哪個絲 戴這個位章 是哪個營哪個禮 甚至哪個班 我們都知道 這個時候被章是兵器連 被章是泡兵的 我們很清楚啊 那阿兵哥不知道 他說真的嗎 那每年有10萬大兵到這邊來 他的我觀念 對金門來講 是個錯誤的觀念 那另外一個就是 部隊旁邊的商店 老實講 真的是 白黃石 他忙不過來 不曉得不賣給你 我們都叫那個店叫黑店 真的黑店 黃紙片 25元 民國73元 但是會暴力 但是怎麼樣 你要拜託他賣給你 讓他不賣 阿兵哥很好玩 那趙貝兵站到12點 就可以敲門 那你睡覺 他煮麵 他煮麵喔 50塊 為什麼 我睡覺影響到我睡眠 那吃完以後回去再罵 5點 所以金門那個 很多商店 對阿兵哥的印象很不好 我當兵 有一個月沒有船 好 我們不吃水果也受不了 我大概一個月來吃一個水果 連爸爸什麼水果我都喜歡吃 結果我去商店買 只剩下兩個柳丁 我說老闆多少錢 他來秤19塊 我印象好深刻 兩個小小乾乾臭臭的 我們在便宰給他看 我給我拿 一樣 因為那個部隊 所以我講這個是說 金門其實 我們9月辦一個金市展 我們有50個金市 159個幾人還有將軍 我們的歷史很厚實 但是我們很多金門人不知道 我去台北當電書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好朋友 寫簡歷 諸森地台北 我說這個王八爛 為什麼不敢寫金門 信息 就像我去同學 我同學說 你今天來了 我怕不死 我說沒錯 被打死了 真的沒辦法被打死了 但是 我們到PK的時候 不輸他 他問你考試加幾分 我就加300分 因為你跟他講沒加分 他不相信了 就加300分 你考幾分 考300分 他說那你賺600分 我說 對啊 你跟他解釋說 你真的是沒有加分 他不相信了 就加分 大概上了一個禮拜 以後就知道說 他隨著未屬還多 實力就知道 結果以後 你們以後加分 還要再起銷 我說 我給你考一下 今天真的沒加分 今天真的沒加分 我們現在醫生也有補充 因為這邊西澳人才有補充 但是沒有加分 很多人都以為金門有加分 沒有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我剛剛提到就是 因為我們很多教育 沒有落實到這一塊 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小朋友 並自己家鄉的認識不夠 另外一個就是 外來的金門的人 就是因為金門這50年來 給金門一個負面的印象 那我們很多金門的人不知道 因為他沒當兵 不曉得部隊對金門的觀感 你想想看 我當兵也是啊 賣那麼貴 你會這樣啊 你知道嗎 大家叫他黑店 第一個 十幾萬大金 都是20歲的年輕小伙子 精力旺盛 什麼都沒有體力最好 那怎麼辦 真的看到補助 不要看 金門的女生已經夠少 老北心夠少 所以每個阿兵哥看到女生 哇 我告訴你 我小學 斑花 國中下花 都被阿兵哥騙走了 為什麼 阿兵哥穿的挺面 又有紀補車 又有 又有 又有四重關 又有那個傳靈兵 然後穿起來穿得很挺 因為很多女生很快就變騙子 我們很多漂亮女生都被阿兵哥騙走了 謝謝 那講那麼多 那個 還可以再講嗎 我跟妳講三天三夜很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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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講這些那麼多事 真的感謝大家 還有最近台風 我看這個是真的是基本很大的創傷 一個樹的砍掉 但是有時候真的很無奈 昨天請他把那些 根爛掉的砍掉 結果把我一個樹砍掉 哇 救也救不來了 為什麼 離根只剩下不到40公分 我說妳怎麼這樣計呢 他都已經打到路 我說打到路可以移上來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要教育 美感的教育 不是一天兩天 真的不是一天兩天 我們羨慕歐美國家 你要知道他已經兩三百年 你要知道他很強的時候 是我們明朝末年就開始 他打到中國來 你知道八國聯軍 好像八國聯軍的部隊已經死不到五個 我們死了好幾萬 真的好幾萬 而且那個槍是 大家知道一個時代打出去還要通關才打 他比如說 假設乾隆或者是康熙時代 不會打敗八國聯軍 那個時代會打敗因為獨立犯山 那你看八國聯軍死了好幾萬 整個清朝的兵器都被殺光了 為什麼 因為野良之大 一個 另外一個 沒有跟國際交流 不想說 人外有 人天外有天 所以我們 半股接力也希望 跟台灣的交流 跟朋友的交流 跟媽祖的交流 甚至跟國外的交流 我也希望說 以後一些很棒的 被適宜定位的這些東西 我們希望影片 也稍微介紹看一下 他三十十可以工作 那最重要 從小 從學校一定要教育 老實講 學校教育最重要還是父母親 孩子 天資都做到什麼程度 是有固定的 但是教育真的是改變很多 那教育不要寄忘學校 媽媽最重要 我常講 我最討厭的營養午餐 不營養才叫營養午餐 你媽媽煮飯給你吃 會說兒子啊 我煮營養午餐給你吃嗎 每一餐都營養的 外面那個不營養 為什麼不營養 你想也知道 兩千個人吃的白菜 他會洗嗎 兩千人吃的高麗菜 會洗嗎 我不信 因為我看過製作餐 那個菜 連洗都沒有 兜兜兜兜兜 就是到底進去煮 我那個薑 煮零肉片的薑 我每次看到薑 沒有洗 兜兜就直接煮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煮 哪有時間洗那麼多 量那麼大 兩卡車的高麗菜 你要花多少水洗 媽媽洗一斤菜 可能洗了兩度水 兩卡車要洗幾度 一個水庫的水 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 營養嗎 可能有點營養 但是精力不健康 也深 而且還有一個波動媽媽的潛力 我們知道我們不因媽媽 為什麼敢想媽媽 因為媽媽做的東西 從小吃 吃習慣 喜歡媽媽的味道 這點才是癥結 很多媽媽不煮飯 孩子長大以後 晚上外面吃 媽媽有空再看她一下 我跟很多話要跟媽媽講 懷胎很辛苦 你又要陪孩子成長才快樂 聰明的阿嬤 聰明的媽媽 為什麼跟子女感情好 你從小吃媽媽煮的飯 所以意向深刻 我跟我媽媽 我是養子的 我跟我養母 感情好得不得了 因為我媽媽煮的東西我不喜歡 所以人家 你媽媽煮的有時候不是很好 味道是什麼 從小養成 養成以後 你跟媽媽就有感情 然後跟媽媽一起做家事 真的要做家事 你不要不讓她做 不做家事的孩子 不見得比較聰明 做家事的孩子 邏輯思考會比較強 EQ會比較高 而且帶人處事 感覺會不一樣 那假如你全部給她 不讓她做家事 她只會讀書的機器 不懂得感人 不懂得珍惜 理所當然 我常講 有些父母親 母親跟子女感情 為什麼媽媽好 其實媽媽造成的 所以我常講 兒子女兒沒關係 女兒一定要加好 因為女兒影響一個家庭 這是很影響一個家庭 一個媽媽 可以把一個家庭撐起一片天 一個環境 我看 一定是標準媽媽 我講的話有道理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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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禮拜哥生氣了 因為 因為 留點時間給別人 現在題材是整理 我們在展覽 歡迎大家來 那個 剛剛來第一年 因為漏水 老實講 到現在還沒抓好 90%都拉完了 所以我們開始慢慢裝潢 這個也會裝潢 整個空間明年大概會就序 那千頭萬事 一切句話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多來 謝謝 各位夥伴 其實我們機長大概講的已經有半個鐘頭了 我想下次請香檸安排一堂課讓我們機長賺 他不要錢了 所以 也沒關係 好不好 機長 下次安排一堂課讓您來講 因為你沒錢 香檸有準備一個禮物要送給 這個是給我們的明天戶外的老師 這裡拿在哪邊 妳看照 這是不是這裡拿 現在的主播那個大船這樣滬硬 我早上打很久 也要拍一張 歷史鏡頭 而且今天這兩邊的台風很大 開始幾個小時 我要辦一個活動就做到直接 看到好照片 比賽 上次 spacious 我才去到樹莊 想要蒸 potato 然後速度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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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幫你留個 都 好 坤